前两天的晚上十点多 泰州先驱交警正在路面例行检查 忽然发现一名驾驶员行为诡异 看见交警就远远的停了下来 这名驾驶员到底有什么问题呢 交警立即上前检查 既然没有酒驾 驾驶员到底为什么要躲避交警呢 联想到他靠在绿化带边停车 还有下车的行为 交警判断其中肯定有什么贸逆 那你这个认什么东西啊 刚刚 这什么东西啊 你跟我在这扯犊子是吧 你这个贴哪里了刚刚 过来 我们对他车旁边的现场进行勘察之后 发现在旁边的绿化带里面 有两片蓝底数字为零的铁片 我们初步推测 他应该是变造机动车号牌的违法行为了 原来驾驶员陈某的驾驶证分数只剩下一分了 为了不被计满12分 他就想出了遮挡号牌以逃避处罚 最后驾驶员陈某因变造机动车号牌被处以行政拘留10天驾驶证继 第12分罚款5000元的处罚 记者王炎温 编辑报道